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就了微海海鲜美食的盛宴 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享受着这份大海的馈赠 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烟火人间 而这份富足与安宁离不开当地消防队员们 数十年如一日的守护 赴唐导火 冲锋陷阵 这些可爱的消防队员们 在尽职尽责完成各种应急救援任务的同时 也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烟火器 新鲜打捞出水的海栗子 要怎么处理才能成就微海最地道的瑜伽鲜味 让消防队员想起妈妈的味道 花伯伯不仅花样百出 形态万千 如此美味好吃竟然是一套祖传的神仙引子 到底什么是神仙引子呢 又有寓意 又漂亮 又好吃 大海边的摊土上 消防队员们能够幸运地解释到什么宝贝 用来成就不可多得的海鲜美味呢 这能掰开吗 消防队员们的训练是艰苦的 救援任务是繁重的 因此 每日摄取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美食 是让消防队员体力充沛 拥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那么 在消防队的食堂里会藏有哪些美食呢 到底什么才是消防员记忆里最难忘的味道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险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 我来到威海市文灯区 这里因其始皇东旬 照文人登山而得名 素有温泉之都 长寿之乡的美誉 在这里 驻守的消防队员们 又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我准备走进这里消防队的食堂 探寻一番 温泽区消防救援大队的食堂人多火旺 小巧的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 煎 炸 烹 炒 蒸 各种技艺轮番上阵 切条的 切丝的 大火滚油 下锅爆炒的 温火慢熬 大骨高汤的 当真是千人巧作千道食 五味调和百味香 食堂的三食中仍然少不了海味 螃蟹 鱼 海螺 贝壳 这已经是威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各个食堂的一大特色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赶紧加入消防队员们 午餐的队伍 坐 快 消防队里的午餐 简单而快捷 全程安静有序 有条不紊 短暂午休结束之后 便开始了每天的日常训练 消防队 报告 消防队员们昂首挺胸 神姿矫健 彰显着青春的活力和战斗力 迎风奔跑的整齐队伍 让我不由得心生敬佩 不由得也站起身来 跃跃欲试 消防队员们 下午训练之前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队员 大家鼓掌欢迎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味道调查员胡瑞 请大家手下留情 谢谢 我们下午要进行翻阅板杖 绳索攀爬 还有一人两拍水带连接 那我既然来了 我虽然出不了力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加油 好的 好的 消防队 起步 面对五层楼的高度 仅用一根绳索支撑 环腰近绳 双手拽住 两脚蹬墙 蹭蹭蹭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便能攀到楼顶 这专业的攀楼救援实力 实在令我叹为观止 看着他们刻苦训练的身影 普通的词凿 已完全不能形容我此刻 内心的震撼 只有平时严格的实战训练 才能在危机关头 实施正确的救援行动 我深刻明白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集体训练的项目结束了 操场上却还能看到 一个训练的身影 那是文灯区 消防救援大队的队员 于嘉诚 他明天就要参加 威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举办的全员岗位大练兵 备战比赛的压力 让他时刻感到紧张 但是他不知道 班长张浩 要给今天过生日的于嘉诚 一个惊喜 而这份惊喜 必须要去大海上寻找 咱们这上海了 大概得行驶多久 才能到咱们目的地 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 我怎么记得 像咱们海粒子的话 应该是长在岩石边上 海边上 没有 那种都是以前的 最早的一种的养殖方式 现在它们一般都是在 近海养殖 就是直接是浮在水面上 不和海底的一些脏东西接触的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威海石岛附近海域盛产生蚝 当地人称海粒子 于嘉诚从小最爱吃的 就是妈妈烹饰的海粒子 虽然救援队离家并不远 但每天紧张的训练 已经让于嘉诚很长时间 没有回家看妈妈了 长班长深知这点 因此他和消防队员们 决定采集一些新鲜海粒 并让于嘉诚的妈妈烹饰好 再带给嘉诚吃 这不仅是给嘉诚一个生日惊喜 也是为了给 零比午前的嘉诚加油打气 好大一片的 那边都是那个浮漂啊 就是那个粉色的 像胶囊似的 这边就是那个 海域养殖的对吧 对 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啊还是 那咱们去捞起来看看呗 我也想看看 那到底怎么长了行吗 好的好的 好 师傅 我们可以捞了吗 可以可以 海粒子学名牡粒 外壳坚硬厚实 肉质饱满肥厚 脂多未鲜 为重要的海水养殖品种 在合适的海水养殖环境中 经过严格管理把控 便可养殖出优质的海粒子 我们猜一个 看生蚝里边怎么样 特别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生蚝 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掌这么大小的一个生蚝 盆颠颠的 特别有分量 但是咱们看一个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的 上蚝的海粒子 外壳硬 个头大 肉质肥厚 营养丰富 大家能看到这个壳有多大 这个肉就有多肥 完全满满当当的沾满了 在这里边 多只肥美的生蚝 新鲜 新鲜打了出水的海粒 附着很多淤泥和藻类 如果不清洗干净 蒸煮后开吃便会有 沙粒各芽的感觉 先用高压水墙反复冲洗 然后用刷子细细刷变 边边搅搅的灰尘淤泥都不放过 直到将海粒子清洗干净 看着嘉诚妈妈专注的人情 我不禁感受到 这海粒子融入了母亲浓浓的爱意 最让人动容的味道 就是这充满情感的爱的味道 锅中加少许清水 海粒子旗下再放入葱段姜片 大火煮开 转小火烧炖便可出锅了 这就是新鲜海粒子的家常做法 于嘉诚妈妈坚持要先煮一锅 让我和消防队员们尝尝先 刚蒸好的 加起来看看 一整块 好嫩 刚刚好 还有汁渗出来又吃起来 它咸味就是海水 这个原汁原味的咸味 它没有调味就是咸味已经够了 大家伙都过来尝尝 蒸好了都来尝尝吧 海粒子是低脂肪高蛋白的营养好物 煮过之后肉质紧韧爽滑 鲜嫩多汁 口味宜人 带着满满一锅妈妈味道的海粒子 大家悄悄回到宿舍房间 等待于嘉诚训练回来 好给她一个大大的生日惊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什么情况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妈呀 爱的辛苦了 祝你身体健康 看个新鲜的 生日快乐 我肯定会注意的 妈 写着妈 其实这个也是你的妈妈 专门亲手为你蒸熟的 咱们对人今天去海里打捞起来的 最新鲜的海粒子 你妈妈说你最爱吃这个 热不出的 就给你过生日 然后呢 平常多不不熟 短促而清脆的警铃突然响起 刚刚还热热闹闹的宿舍里 只剩下这一锅 还冒着热气的海粒子 和我一个人呆立在原地 火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这些逆向而行 争分夺妙 救援抢险的消防队员们 他们是最勇敢可爱的人 山东是面食大省 食堂里平时就少不了 各色面食的制作 今天队员们齐上阵 要学习制作一种当地特有的面食 花波波 花波波起源于郊东 传承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以做工讲究 造型花样百变 而闻名侠耳 今天 消防队员们就是要制作花波波 准备去看望一位特殊的老人 这群平时救援训练中的铁骨硬汉 该如何对这些柔软的面团下手呢 班长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老师 林荣涛 她是文灯花波波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从事花波波制作三十年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林老师告诉我 做好花波波的秘诀 是要加入当地祖传的神仙引子 而要想做成神仙引子 就必须去她老家的村里 采集两种神秘的植物菜行 这个就是咱们要的材料之一是吗 黄蒿 黄蒿 闻起来还挺浓的那种药材味的 对对对 非常浓 咱们大概得需要多少呢 这一篮子就多了 一篮子是吧 对 好嘞 黄蒿学名猪毛蒿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菊科植物 有特殊气味 采集完黄蒿 接着需要采集请叶 它叶子是圆圆的 挺大的 请叶是一年生亚冠木草本植物 咱们大概有多少片 有个三四十片就够了 三四十片是吧 咱们再采采呗 对对 行 林老师告诉我说 神仙引子其实就是做发面食物 必不可少的酵母 在当地 这种神仙引子是由黄蒿和请叶 自然发酵一周而成 纯手工制作 用这种酵母蒸出来的花波波 柔软有层次 香软好吃 有嚼劲 那么该怎样用刚刚采集的两种野生植物 来制作神仙引子呢 你没回事了吗 林老师的母亲今年已经八十多岁 做花波波的手艺就是她从小教给林老师的 我看咱们这工具都摆好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粉末的 这是大黄米粉 大黄米粉 也就是薯米粉 这是用它来做这个神仙引子发酵取 做引子 要先将薯米面放到盆里 加水揣 揣细揣匀 再和成一个个小小的面团 然后用晒干的玉米叶子 将和好的薯面层层包裹起来 折一下 再翻过来 再翻过来 那现在这是拿这个青叶是包上去是不是 对呀 你也可以学包 每年最好是切漆 切漆做的引子是最好用的 所以现在这个引子一较是一些引子 为了让晴叶包裹得更好 外面还要用玉米叶条捆扎起来 最后就该黄蒿登场了 黄蒿呢 它现在铺在下面 到时候把做好的面饼放在上面 因为这黄蒿呢 它特别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这个黄蒿的清香呢 就被这个面饼吸收了 放在就是有温度的地方啊 最好三十度左右的地方 三十度左右 叫发酵 发酵七天 神仙引子需要放置整整七天 在时间的浸润下 黄蒿和寝叶各自的芳香气息 相互交织 交融相生 从而形成全新的天然酵母 听说队员们今天去看完老人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做树桃 花伯伯制作形式多样 树桃因为其寓意长寿 团圆好看 制作相对简单 也是花伯伯最受欢迎的题材 这个面团是不是就加了 咱们之前做的那个银子的 对啊 这就是用银子发的面 底托是整个花伯伯的基础 要精确控制好大小尺寸 这件林老师娴熟地制作出纹样 整个底托瞬间变成了一朵大花 做好了底托 接下来就该做最重要的主体 瘦桃 桃子形状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捏起来也很需要技巧 队员们第一次上手 手里的面团像什么的都有 就是没有像桃子的 你确定是桃子吗 我感觉不太像桃子呢 后面要是直的 这边呢前面是倾斜的 这样做出来桃子才好看 生动 林老师做出一个大手桃 队员们经过反复练习 也终于做出一个个可爱的小桃子 光捏出桃生还不算完 花磨磨的精髓 在于色彩点缀 神行兼备 这个菜色的面团 都是用蔬菜汁调出来的 蔬菜汁 这是用南瓜 南瓜 这是用菠菜 菠菜这个呢 这是用红薯米粉 红薯米粉 有淡淡的清香味 蔬菜汁和面 染成翠绿色的面团 再经由大家的巧手 变成一片片小桃叶 贴在白白的桃身上 顿时更可爱了 整好形的一个个瘦桃波波 还要放在温暖潮湿处 再次形发 让面坯形得更加饱满轻盈 形发好的大瘦桃 和一排排小瘦桃 放入蒸箱中 大火蒸制 上汽后25分钟关火 虚蒸5分钟开锅 蒸汽缭绕间 花伯伯愈发饱满 变得白嫩又弹性 还炸开了这 笑了 这不笑 炸开了 因为我们当地蒸菠伯 习惯着叫它笑 就是代表开心 笑了 开心的笑 笑开花了都 这个有这个玉米叶子的清香 还有十些眼泽的味道 是不是 对 还有奶香味这个 大桃子放中间 我用花装饰一下 再来一个红的 炸一块 好 那正好12个 12个 12个也是有寓意的 年年月月 都健康快乐长寿 健康快乐长寿 又有寓意又漂亮又好吃 这就是咱们的花波波 咱们这花波波算是做好了 那咱们现在就大伙一块吧 这花波波抬起来 咱们送老人家里去吧 好 来来来 这新鲜出炉的花波波 真好看 走 消防队员们来到临近村里 看望隋吉顺 他是一名退伍老兵 平时儿女不在身旁 他和老伴江爱丽 带着小孙子一起生活 老两口岁数越来越大 很多农活干起来吃不消 消防队员们就会经常来帮忙照顾 看到大家的到来 隋吉顺爷爷十分欢喜 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咱们这啊是消防队员 我们亲手一起做的这个花波波 然后送给您二老来尝尝 怎么样 果子挺好的 咱伙都尝一尝吧 好 谢谢 这好 这粒子也是奶也是鸡蛋 牛奶和鸡蛋 鸡蛋和奶都有 咱们这波波不仅好看啊 吃点味道还吃不过呢 刚刚婆婆说这面啊特别白 白是吧 它是神仙影子嘛 就是自己亲手做的那个叫木 就完全纯天然的 对 而它这个鸡蛋味奶香味都特别浓 你看一下 味道怎么样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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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一口的面香中 一言一语的家常力 爷爷奶奶都回忆起往昔的岁月 这道病危机怎么看 幸福的笑容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我们也打心里希望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一起品尝完花波波 消防队员们照例开始帮爷爷奶奶 收花生做农活 在消防队员心中 花波波不光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份传承 他们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和对长辈的祝福 一同揉进了这五彩的面团之中 味道调查的第二站 我来到了威海最富盛名的流宫岛 这里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 北洋水狮的诞生地 至今岛上还保留有北洋水狮 以及甲午战争的历史遗迹 众多文物保护单位 以及岛上茂密的森林 都时刻需要消防安全防护 因此一座小小的消防站 注立在半山腰上 默默守护着小岛的平安 这里便是流宫岛 消防救援站的所在地 我觉得这个帽子太酷了吧 好重啊这个帽子 前套穿身上是六十斤 六十斤啊 像平常的话 咱们是不是有时间要求 正常我们出警的话 是穿战斗服上车 车是出车裤 是一分钟必须得出去 一分钟穿上这一套 装备完毕 我有点站不稳了 我现在仅仅是穿上这一身装备 我已经感觉到了 咱们消防员的不容易了 着实是又热又累又辛苦 所以更何况 他们在出任务的时候 穿着这一身装备 还要执行非常多 危险的一些操作 所以实在是太佩服了 致敬你们 在岛上工作十六年的刘伟 是流宫岛消防救援站的 二班班长 由于这里孤居海上 交通不便 没有人愿意来岛上做厨师 没办法 为了能让消防队员们 吃到可口的饭菜 保证营养的摄入 他只有自己硬着头皮 兼职担起了食堂厨师的重任 摘洗切剁 烹煮煎炸 翻炒颠勺 动作一切呵成 各色糕点也得心应手 手艺看起来还真不赖 那么今天 刘班长会给消防队员们 做出什么营养可口的 美食大餐呢 这边是咱们菜园是吧 对对对 我们地处海岛 大风跟大雨不通船 我们有块地 能自己 擦一点东西 自己种是吧 对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没想到海岛消防队员们 为了能经常吃到新鲜蔬菜 竟然自己开辟小菜园 种起了菜 我本来以为 采摘好新鲜蔬菜后 就可以马上到厨房 烹制大餐了 但柳班长告诉我 不要急 消防队员们 今天还要给自己 加到特别的大菜呢 而这道大菜的食材 需要我跟随他们一起 到海边去寻觅 队长 像咱们平常多久来 随着海边烙海鲜 一般是我们休息日 带着我们的队员 带着队员一块来 一块过来 挖点嘎啦 挖点刺嘎 运气好的话 咱们会捡到天鹅蛋 能挖到天鹅蛋 这就能捞到海边了 咱们上前面的 淤泥那块地 天鹅蛋 难道是天鹅的蛋吗 刘班长告诉我 当地人俗称的天鹅蛋 其实是海滩中的 一种非常珍贵 罕见的美味海鲜 那么这海鲜 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能够挖到它吗 这是怎么样 这是瓷嘎 这个好大一个 它在吃水 瓷嘎长这么大 最肥美的 太大了 一铁锹一铁锹 翻开厚厚的黑泥 再一点一点 仔细摸出隔离 刘班长告诉我 越大个的藏得越深 咱们这捞的不同大小的 这个刺杆了 那那天鹅蛋 在哪怎么没挖着呀 天鹅蛋应该都在深水里 咱们碰回运气 看看能不能挖到吧 今天的收获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队员们似乎都没有收手的意思 看来呀 这天鹅蛋的诱惑力还真不一般 天鹅蛋 这发现天鹅蛋 这么大一个 沉甸甸的好大一个 这能掰开吗 掰不开 掰不动 得等煮熟了它能掰开是吗 对对对 哇 我觉得刺口已经挺大的了 在手中 大家看这天鹅蛋 这么大一个 比我手掌 比我手掌心还得大一点 这么大个天鹅蛋 里边也全是肉吧 天鹅蛋学名紫石房阁 个头大 属海洋双壳贝类 它形入鸟卵 又如天鹅一样 稀有难得 故当地人俗称为天鹅蛋 挖到天鹅蛋 真是好运气 不过这数量也着实有限 一人半个都分不到 想让每个队员都尝尝鲜 该怎么办呢 这可难不倒刘班长 他要制作出一道 与众不同的相间天鹅蛋 相间天鹅蛋 还是没听说过这种做法 是不是要把它切开 不用不用 它是先煮一下 煮熟 煮熟再给它打开 热水超过的天鹅蛋 肉质变得银润白亮 丰满有弹性 海边的人们 通常就直接享用 这极鲜的原汁原味 但刘班长想要大伙 都能够分享 还有自己的巧思 脏的都在上边 把这个处理掉 被肉用勺弯出 快刀剁碎 铺上胡萝卜丁 打上鸡蛋 揉入肥瘦相间的猪肉 做成馅 倒入橄榄油 盐与胡椒交错洒下 葱花点缀 搅拌入味 咱们现在馅儿和好 是不是可以装盘了 可以可以 咱们这盘还挺特别的 直接拿就咱们 这天鹅蛋的这个 披成两半了 像两个小碗似的 就这样直接装上去是吧 装上就可以 好 我来试装一下 这全部都是 肉和海鲜的结合 调好味的天鹅蛋的馅料 被装回到 洗净的天鹅蛋壳里 再在表面涂抹蛋液 倒口锅中 煎至金黄 在与热油碰撞的过程中 天鹅蛋的美味 被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接下来就要盖锅盖 闷十分钟 等待的时候我发现 其他队员们也没闲着 一大盆馳格 已经被洗净切开 他们要用自己挖回来的 馳格做饺子馅 馳格馅儿包进饺子皮 滚水下锅 怎一个鲜字了得 饺子翻滚骨度 向前天鹅蛋也可以完美出锅了 这天鹅蛋上面已经焦黄了 上面已经出现那种 深红色的那种焦香的脆壳的感觉了 我现在特别想一口就咬下去 本来不多的天鹅蛋肉 经过刘班长的精心烹制 就可以让每个队员都能分享到天鹅蛋的美味了 刘班长挖空了心思 也要给这孤寂的岛上生活多添几分滋味 今天的惊喜美味来了 香煎天鹅蛋 这是咱们今天自己捡的天鹅蛋 来 大家快尝尝 好吃啊 大家都不由地发出好吃的声音 大家看到刚才我嘴巴里扯出来 尝尝的这一根筋道的肉 这是什么 这就是咱们的今天捡的 天鹅蛋是吧 它这里边又混合了猪肉 猪肉煎出来的那个香味 还有它油滋滋的感觉 中间又夹杂着一些天鹅蛋的 很有嚼劲的咬头的感觉 很鲜是吧 特别鲜 我们现在尝尝这饺子吧 这是那个刺杆儿煲的是不是 对对对 咱们也是今天自己亲手捡的 来尝一下 大家尝一尝 看味道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啊 真好吃啊 咱们刺杆儿挖得好 煲得也好 它这个饺子里边 它化开的汤汁 都是那个鲜味 对对对 主要有咱们刺杆儿在里边之后 那个跟那个汤汁一融合 鲜味就很浓 融在这个菜还有肉里面 很好吃 四个饺子肉质嫩滑 入口一出溜就腌了下去 留下满口鲜香 久久不去 尽管驻扎在海岛上 生活条件艰苦 救援工作辛劳 但自己动手 用这些来自大海的丰富馈赠 烹制出美味 却可以时不时为消防队员们的生活 增添许多欢愉 除此之外 世代居住在海岛上的渔民 为了表达对消防队员的感激和信任 也时不时送来自己捕捞的海鲜 美味串起的是消防队员和百姓一家亲 永不消散的雨水情深 山巒蝶翠 蓝天碧海 我结识了驻守在美丽海滨城市 威海的这群蓝朋友 深刻地体会到了 消防队员职业的艰辛和他们的敬业 感受到了他们舍小我 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在他们看似平淡的生活中 消防队员们却用饱满的热情 和心中对生活的热爱 创造出属于他们的 富有人情味的独特烟火器 雨嘉诚从那满满一锅 充满妈妈味道的海栗子的鲜香里 感受到了来自家人和队友的关爱和鼓励 激励他在消防业务比武中 获取更好的成绩 消防队员们带着精心制作的甜香花波波 看望老人 传承的是他们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 刘宫岛上 刘伟班长继续变着花样 做更多的拿手菜 来给消防队员们改善伙食 食堂里特别的味道 由大家一起来创造 在这些令消防队员们难忘的味道里 蕴含的是一份份厚重的情感 占有情 雨水情 亲人情 它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岁月静染下愈发浓郁 值得让人一生去回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